如果你在生活上用对的眼无来看事情 他们也各地间网上问来一个问题 你怎么样看 你怎么样看 你怎么样看事情 看生活 看人家 你看工作 看你全面的道路 非常重要 如果你用正确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 你就得到好的结果 如果你用错的眼光来看事情的话 你要蒙受许多的灾害 众姐妹 我们12月就读上日要改变我们 而且上帝要祝福我们 每一个日子都为我们创造新的日子 给我们新的生命 新的生活 你给我新的能力和祝福 但是众姐妹 你领受的道发非常重要 很多基督徒是蒙福的人生 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活在黑暗当中 别在哪里 问题就在哪里 你怎么看 非常重要 你怎么看 怎么看圣经 教导我们 怎么样看事情 上帝救我们 怎么样帮助我们 从这个黑暗里面出来 看经经 以福所书第一章 第15节到19节 以福所书第一章 数节到19节 Efficient the one verse 1 圣经记得说 我即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 就为你们不足地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请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父 将那四分之位和取四的灵 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知道它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是你们知道 祂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 祂在圣徒中 得了基业 何等的丰盛荣耀 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祂向我们的信徒人 所显得能力 是何等的靠大 我们第一个祷告 主要我圣告的圣灵 主主祢赐福祢的子民 我的六姐妹 让你眼睛打开 看见你的恩典 你的大人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重新开始 过着不一样的生活 当他们眼睛打开的时候 他们就明白意义 他们明白你的真理 走进你的旨意里面 他们的生命就开始功夫 所以圣灵应识在我们当中 带你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这样的话一次给我们 谢谢圣导高峰 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称 Amen 感谢主 对不起妹 三句话是 保罗写给以福所教会的封信 以福所有很多信的基督 当信主 保罗就告诉他们说 我很高兴 我很感恩 不足的为你们感谢神 因为你们信从了耶稣 我祷告的时候 常提到你们 名字一个一个名字提起来 我祷告的时候 祈念你们 为什么 我为你们祷告 我就是求耶稣基督 赐给你们 智慧而启示的灵 让你们真知道 神的旨意 并且祷告照明你们眼睛 心中眼睛打开 使你们知道 使你们知道 你们的生命 上帝的工作 上帝在你生命的工作 是何等的丰盛 上帝的恩典在你的生命里面 是何等的伟大 并且让你知道 上帝的能力赐在你的生命是何等的 对不对 宝罗很着重的一件事情 基督徒如果信主过后 他怎么看事情 非常重要 这里讲到的眼睛 不单只是肉眼 而是心眼 对不对 因为一个人怎么样看事情 他就会怎么样过生活 一个人所看到的东西 他的眼形举止 就会表达出来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黑暗的话 他的生活一定黑暗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 他的眼睛所看到光明的话 得胜的话 他的生命就活着光明得胜 基督徒 上帝已经祝福了你 上帝已经改变你的生命了 但是你怎么过生活 非常重要 我们要学习 怎么样看事情 基督徒应该有 怎么样的眼目 我们来看 第一 他们来跟我们一起问一下 他们说眼目前看 眼目前看 就这样重要 各位姐妹 幸好久之后 上帝为你开 上帝带领你的脚步 你要看前面 不要看后面 我们看事情 真言第四章 二十五节 然后二十六节 圣经这里 接着说 你的眼目 要向前正看 大家去说 向前正看 坚定你一切道 各位姐妹 圣经可以给我们一个智慧 圣经给我们一个智慧 圣经上帝的耳里 也尽要上帝 持光 正看 不看左右 不看后面 只看 当然看你前面 一直做前面的事情 一直修平你的道路 使你的道路在前面走的时候 过了不一样的道路 新的道路 是蒙福的道路 基督徒信主过后 不可以看后面 基督徒如果常常看后面 很容易跌倒 因为你要相信 当你信主过后 上帝必在前面为你开悟 而且当你信主之后 主就与你同在同行 你跟过去的你的生活不一样 很多基督徒活在败败黑暗之中 他虽然信主了过后 但是常常还往后看 他被过去的阴影 过去的失败 捆绑住他的脚 使他不能走前 躲步前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不能夸出前面那一步 主虽然为他开悟 主虽然要带领他 但是他却停顿 以前 甚至退后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基督徒 你要明白你信主过后 你不再一样 你不可以再被过去来绑住你的脚 不可以被过去来侵害你 常常 魔鬼上当一直不断提醒你的过去 这是魔鬼上当的腿迹 他告诉你以前的失败 他告诉你以前的黑暗 他在告诉你给你消极的思想 让你觉得自己没有用 让你自己觉得失败 黑暗 使你不能承受上帝的基业 不能站在上帝的应许里面彭福 基督徒你的眼睛要向前看 你要常常直看 常常控制你自己 管理你自己 使你的眼目直观 向前看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 以前失败 现在不一定失败 你以前做不到 今天你不一定做不到 因为今天你信耶稣了 你信耶稣了 你如果相信 耶稣今天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你就可以成功 你就可以救得到 基督徒的眼光 一定要看前面 你看耶稣基督很奇妙 那在你所胜常 耶稣基督的宝血 他应许你捷进的上帝 想尽一切过去 连耶稣也没有记得的东西 为什么还记得 连耶稣也把他挖去的东西 为什么还受住 耶稣丢掉东西 你却才从拉底桶一直挖出来 各位姐妹 当你不懂得 抓住神的应许 向前走的时候 你很容易惧怕 你很容易灰心 你的心里面 没有信心 所以你每一次 都感觉到 你坐下去 会不会像过去那样失败 像过去那样 发生同样的事情 你被你以前的阴影 以前的失败 一直捆绑住你 这就是往北上的动作 圣经出埃及记载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上帝应许摩西 你要带领我的百姓 出埃及 临开为奴的生活 我要为他建国 他要成为我的儿女 记得 当法老面对第十灾 就是他的儿子死的时候 长子死的时候 他终于肯放以色列人 但是放了走了一半 法老反悔 就召集所有的兵 亲自率领 追杀以色列人 当埃及兵 追杀以色列人的时候 以色列人 就走到 红海的前面 看到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追兵 那时候就两个情况发生 第一个情况就是 以色列人 埋怨上帝 埋怨摩西 摩西啊 就是你带领我们出来 我们在那边好好的 虽然我们做人家奴婦 但是有得出 有得吃 有得住 没有生命的危险 你把我们宰出来 你看前面是红海 后面是追兵 我们没病了 我们守不寸铁 我们是奴婦 我们没有经过训练 我们怎么样跟他打仗 我们一定死定 你看我的儿女被你害死了 我的乞儿被你害死了 我的家要灭亡 一直买烟 另外一个层面 我们看到摩西 这一行信号上帝应许的人 他们报告说 上帝啊 你带领我们出来你的应许 带领我们要得到 迦南美帝 你带领我们要成为你的儿女 你一定为我们开路 上帝 找摩西举起了帐 开荣海 上帝 施行成绩 使唐弓 云柱火柱挡住 法老的兵丁 使他不能前进 让以色列人经过红海过后 法老的军兵 进到红海中间的时候 突然间红海盖起来 所有的兵队都死了 那兄姐妹 今天 你在当时的话 你成为怎么样的人 你如果看红脸 你就是奴婦 你想往你的奴婦生活 你看前面 你就是上帝的儿女 因为上帝的应许 要带你出埃及 成为奴婷 享受他一切所给你的基业 基督徒 眼看非常重要 今天你是不是常常看你的过去 当你常常看你的过去 你常常提醒你自己 你的失败 你的黑暗 你的过去面对暗境 各位姐妹 当你一直看着过去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落在黑暗 我一生能在克服一种的心灵 就是自怜 自怜 你知道什么是自怜 自己感觉自己可怜 他觉得自己没有用 自己没有成就 自己苏人 少过人 自己背景不好 自己什么都做不起 这个叫自怜 他可怜自己 哎呀我是这样的人 打中心没 这种的心态是很可罗怕 摩托萨的势力 他如果进入你的心的话 如果你不得胜他 他就好像蛀虫的 我蛀虫的 细菌样子 清晰的生命 摧毁的生命 使到你这个生命被破坏 你什么东西不能做 如果以电脑来讲呢 你就是virus 那种心态就是virus 所以你的电脑 不能运作 如果以身体来讲 它就是cancer cell 慢慢扩散到 你整个神 你的全身 你所有的一切都被破坏 各位兄弟们 这个心态非常重要 不要小心 就是常 可怜自己的过去 你今天不再一样 你有你的过去 我有我的过去 我们过去的不一样 可能也同样悲惨 或者不一样的悲惨 但是你要相信 今天不一样 因为你有耶稣 你有耶稣 你同胀 有耶稣 你同心 你可以做出来 你可以生命改变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的应许 圣经记得说 在基督里 你是新造的人 若有人藏在他里面 他是都基国子 你看到吗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说我们是新造的人 一说就是已过了 都变成新了 他把所有的骂干净 所有的洗干净 所有的丢掉了 他要为你开新的道路 他给你新的生命 新的生命 给你新的 New creation New life 今天活着的日子 是新的 所以你要过 让过去成为过去 我告诉你 你过去失败 你今天不一定失败 你可以再尝试 因为这是耶稣 为你开的路 不是你自己走出来的路 天徒眼光要 一定要死人 一定要向前看 当你向前冲 的时候 到这边 你就开始 越来越接近成果 越来越接近上帝的旨意 越来越接近能人的道路 上帝会预备 你要上前 看前 要不要跟着 看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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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要上前面那边跑 再提警察 再提警察 为什么 主会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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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要生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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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第二 兄姐妹 基督的眼光 基督的眼光 要什么 要光明 要光明 看圣经 耶稣怎么说 我们来福音第六章 二十一节 到二十三节 我们来福音第六章 二十一节 到二十三节 Mathius 6 1-3 耶稣说 耶稣说 注意啊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亮 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你里头的光 若黑暗 把黑暗是何等到 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眼睛为什么黑暗 什么使到你的眼睛黑暗 就是你的心 最宝贵什么东西 然后耶稣在解释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贵在哪里 当你的财宝在哪里的时候 你的心在那边 开始就眼睛就带出那个结果 黑暗或者光明 一个人心里面所渴慕的 他就会把整个专注放在那边 一个人的生命 因为如果渴慕除了东西 败坏的东西 就会使到他得到败坏的结果 如果一刻就是图 这个眼睛 渴慕对的东西当然是功夫 所以这里讲到财宝 今天什么是财宝 就是你最可恶的 对你最有价值的 最宝贵的 不可以没有的 你追求的 你觉得是你的No.1 最重要的 甚至高过上帝的 那就是你的财宝 兄姐妹什么是你的财宝 世界给你的财宝 今天 权力 面子 尊容 还有就是色情 私欲 情欲 这三件东西都是 世界里面 以不同的广告方式 但是要带出的 同样的效果 阿弥 你会眼睛看着吗 非常重要 当你追求对的东西 你就得到对的结果 当你追求错的东西 你就得到错的结果 摩格有很多的悔忌 在弥火里 在捆绑里 常常用他的势力 挟住你 挟持住你 就是要你走他的道路 走灭亡之路 摩格现在所制造的一切 都是虚妄的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是虚佛的荣耀 摩格撒旦在给你虚空的 就是暂时性的 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加征 他的势力加征 他的策略 然后一直翻个性 他的策略 使你一直不断的接下来 掉下去 这个迷惑里面 掉下去这个陷阱里面 现在摩格撒旦在世界 所制造的 都是一种虚妄暂时性的使用 暂时性的满足 我一直来啊 都用outlay的电话 ok 我最后的电话是 Nokia什么 733 735 那时候我买 我拿到这里的时候 我记得信了 为什么Nike 可以read 这个email 以前电话都没有email存在的 ok 然后瑞银呢 瑞银一阵子的时候 就看人家的电话 人家可以看attachment 我就不能看attachment 越用越不喜欢 越用越不喜欢 今天再讲 如果我可以 得到一个update的 最新的电话 应该很耗用很 可以为主事奉的主任多 而且很方便 出很多事情的嘞 3.7 就使到一个弟兄 送我一个论官 ok 就是这里 然后我开始拿论官的时候 那时候是论官 刚刚出炉 一个月 所以我就拿到了 哇 突然间把它变成outdate 变成这么update的 哇 知道的 所以我就用 我记好用 什么东西都可以 看C的什么东西都可以 摸着好 用不到了 你还可以 S3出来 他S3出来就说 我就 他就不给你这么快 看我的弟兄 拿出你S3的时候 这么快 他professor 这个rem这么高的 哇 他都不会 我都会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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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看我自己的时候 就看看人家 所以人家比得不良好 过了不到一队 Node 3 Node 2就来了 哦 都真的更加厉害哦 可以一边 看新一边 做东西咯 这样子 哇 不会handle 这两个string一起 跑多 这样子 这么厉害呀 这样子看我们自己的 这个 Node 3 那时候 好像很好 会这样子 对不起 们 我开始知道 我的心 已经被 挟刺住了 ipad 那个iPhone出来 把iPhone 5出来的时候 你跟他排队啊 美国排队啊 TACAM 三天前面 对不对 三天前面 TACAM排队 做一个一千米 祝福的一千米 疯到这样子 你看到魔鬼 撒旦的势力在清晰的整个世界 在控制人的心 挟制人的心 就是让人疑惑 对不对 今天你的心里面的财宝是什么 非常重要 你追什么 你追的就是那个眼目的毒瘾吗 使到你越来越 深的去上瘾 基督的人都知道 他的瘾会越来越重 而且越注射会越大 魔鬼就是放这些东西 是因为你没有中毒瘾 不过你一直上了潮流的影 你一直在追 你在追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的给你暂时镜 突然在嗨一下 但是他给你更的嗨的 就去追 但是他给你更的嗨的 一直追 追到最后是什么 你也完了 追到最后 就是黑啊 到最后你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你一生人都追不完 你一生人都追不完 各位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财宝在哪里非常重要 你的心就在哪里 你的眼睛若明亮 看事情 如果是光明的话 你的生命也光明 这世界我们可以利用 我们可以享受 但是我们不会捆绑 因为眼睛要轻轻懂得分辨 什么我可以要 什么我选择不要 什么东西 我用它 但是我被它捆绑 我完了 但是我不会沉溺 你要进入世界 不过你要出世界 出事 来观望 来分析 以上帝的话语为你的标准 来批判一个世界 什么你可以做 什么你不可以做 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 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为了什么 你要很清楚 我做很多事情 进入世界 我都后面有一个 属于的目的 就是建立生活 都是建立生活 你的眼睛能亮吗 还是被这个世界 追得昏摩 非常重要 你的渴望在哪 你的渴望在生活度吗 还是在世界 记得 你的眼睛如果亮 整身就亮 你的眼睛如果黑暗 整身都黑暗 为什么今天这么多人 跳楼自杀 忧郁症 这么多人 犯上 滔天的大罪 别在哪 就是眼睛 看不到 黑暗 眼睛 看不到真理 看不到光 自己做了也不知道 是一样的 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 你不一样 你有耶稣 你有主 主的话语 常提醒你 圣灵在你生命里面 一直不断带领你 你只要顺服神 顺服上帝的话语 常以主为我们的追求 为我们的可恶 圣灵的带领 感动为我们首要的原则 对不起 你的生活 应该一样 你跟人不一样 人家看你 你这么有智慧 为什么你不动 为什么你这么 这么高明 你不是你高明 而是主的灵在你里面 当你经过神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智慧的人 因为经过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关 认识自身者 便是聪明 你的眼睛要大开 都光明 最后 我有一天晚上都说 眼不警醒 你的眼睛要醒 真言是一本智慧书 他给我们智慧 我们看真言怎么讲 真言第六章四至五戒 圣经这里说 不要融你的眼睛睡觉 不要融你的眼皮打盾 我把你都听到 让他醒了 醒了 要救自己 如鹿脱离猎户的水 猎户的手 如鸟脱离土鸟人的手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你要警醒眼睛打开来 打开来的 不要迷糊 不要糊涂 不要常常打盾 为什么 因为魔鬼天下的势力 就如猎物猎人 就如捕鸟之人 还抓捕你 逮捕你 使你被捆绑 在段经文接下来就讲到 什么呢 圣经六章六戒到十一戒 圣经就告诉我们 看什么 看蚂蚁 看六章六戒 懒过人啊 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 就得就可得之位 蚂蚁没有年帅 没有班长 没有亲王 尚且在夏天预备食物 在收割时去念粮食 懒惰的人啊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在睡片时 打顿片时 抱着手 倘若骗子 你的贫穷 就必须强暴出来 你的缺乏 反复脑 兵器的人 来到 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要看蚂蚁 为什么要看蚂蚁呢 蚂蚁 我告诉你在冬天 几冬的冬天 人会饿死 蚂蚁会饿死的 因为它在夏天 已经懂得 为冬天来议备 人却不归 这就告诉我们 什么是眼目紧紧 我们社会基督徒 我们不可以 无理无督 渺茫的过日子 你要有意向 你要知道 你现在年日 今天和明天 介绍日子 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么过活 你要做什么来 荣耀上帝 你要怎么建立上帝的国度 你必须要有意向 你一直在那年日 不可以无理无督的过来 就准备 你要追求 你要得着的是什么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要为你的将来预备 你要为你天国来预备 就好像蚂蚁这样子 同学妹 如果你每一天都在浪费你的时间 每天都在睡觉 葡萄苗榜的过日子 你会发觉到一天 突然间盗贼来 突然间强盗来 如贫穷 他来到你的生命的时候 你就落入败败里面 各位姐妹 身为的基督徒 我们活着 必须要有意向 我们必须要计划 知道我们下来要做什么 基督徒 你有没有意向 你知道怎么过活吗 你为什么存在 这个非常重要 摩西 在圣经里面记着 他求耶华圣明 他说 主啊 求你 教我数算我自己的年日 好 教我得到智慧的心 各位姐妹 他常常做这个祷告 求主给他智慧 去算他自己的年日 今天你有算过年数 年日吗 你剩多少 年多 都是个老北巴果 不一定 你看帽子 年轻的多还是 年老的多 年轻的 所以不一定有早去的 你可能有更早 也不一定老的先去 要等我先去 对不对 各位姐妹 没有人知道 但是 今天我可以做一杯 我可以做一杯 我接下来的日子 怎么够活 各位姐妹 最终是什么 今天如果你早一点领悟 早一点警醒 早一点醒过来 你就蒙福更长的时间 有很多传道人 五十多岁才能传道 他常常很感叹 看到我的护士啊 你很年轻啊 哎呀我如果 真的 可以像你那么年轻的 来试梦主多么好啊 我这么吃五十多岁来试梦主 哎呀看 有这种的感叹 我感恩 我感恩 因为 我懂得 在年少的时候 来试梦主 那各位姐妹 你剩多少 你剩多少日子 可以想这些东西 你还在打盾吗 你还在睡觉吗 你不知道明天的日子 要怎么过活吗 你追求了什么 你现在追求的是 意义还是树木 很多人还在追求树木 所以被魔鬼上的势力 恐怕不打 他每天都无足地过日子 他追什么 他如果是没有 他没有钱 但是他一直追 一直赚 一直赚 为什么 为什么来赚 这个非常重要 为什么 你要赚多少个零 才是你的足够 明天只可以吃一汤 肚子饱了就不能吃 我年轻的时候 我去吃骨肥 我尝试吃饱了 我要吃这个东西 我就挂给它 吐出来 再跑回去吃 但是呢 第二次吃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我吃不到菜的味道 我只吃不到 吐的味道 全部被吐的味道 人很奇妙 上帝给你 有一个极限 你能够 一生能够赚多少 用多少 吃多少 已经是一定的 我们每一天 如果有满足的生活 感谢 如果有深一点点 深多的感谢 再多是上帝的赐福 我们要懂得 知道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的是我 有一些人只要钱 因为钱不够用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用钱命 你赚了一千 一生的 还是不够用的 到你死了一千 死了那一天 我告诉你 还是够用的 为什么 因为魔鬼 就是制造一个 不够用的世界 让你来追 我们并成的物质 都几家 对不对 现在你除了政府 如果有普通人 肯定买物质 再过几年 十年之内 我告诉你 你供一间物质 你要供三代 好像新加坡 你供了 你的孩子 接下去供 你刮了以后 孩子接下去供 孩子接下去供 可能还不够玩第三代 要供 就这样子 很多人很高兴说 因为有老物质 可以卖出去 这老物质 以前我买四十多千 现在是八百多千 我问你 你的八百多千 可以买到 当时四十多千的物质 不能 明白吗 你八百多千 可以买一个公益 不过你用 一间的 巴布洛奥 来换一个公益 就这样子 这叫虚空 以前赚一千块 可以买好多 好多东西 那一千块的价值 是多么大 但是你 如果今天赚一千块 你等你 以前的一百块 所以 你怎么赚都好 总是不够的 你再继续 不能明白 这个真理的话 我告诉你的生命 就落在一样 你一生人 就在赚钱 而且不够 欠钱 再赚钱 你到你 建主面那一天 就是你死的那一天 你还是欠钱 还是欠钱 但是如果你懂得 活在主的真理里面 用主的眼光 看事情 警醒 有意向 知道你怎么过活 我告诉你 今天我们虽然 是不足 或者缺乏 但是我们活得很有意义 我们活得很喜乐 我们活得很享受 其实主后的生命 我告诉你 有主的话 也在他生命里面 如果你靠着主的话 也来活 你每天的生活 都能够享受 都能够洗 你为这个 被世界来 攻打 各位姐妹 今天 你的生命 是怎么样 过 有一个牧师 他的家人 他的孩子 他的孩子 他有很多孩子 他一生人痛苦时 没有钱买一间屋子 就是祷告 祷告要有一间屋子 后来呢 真的有一个人 送他一间屋子 突然间送他一间大屋子 他就突然间吓了一跳 他要有接受 或者不接受 就开始祷告 但是很奇妙的 圣灵感动 他就这样 他就开始明白一个真理 今天如果我得到 这个屋子的话 我能够住多久 我靠这个屋子而过活 还是靠神而过活 后来他明白了真理 我的家 是天国 永恒的家伤意 已经为我一杯汗 我在这个地上 住什么 住那里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只能够 短暂的住在这里 我的依靠是神 而不是物质 所以他选择 归还这些物质 给你 那个送他的人 做别的事情 他即使依靠神 他发觉到他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眼光不再一样 他明白是你的真理 这边你追求什么 非常重要 你一直在追求物质吗 一直在追求在世界上 所有东西吗 我告诉你 这些都是虚空的 不能长久的 我们可以用它 可以享受它 但是我们不可以被它捆绑 不可以让它 使我们失去活着的意义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我们可以享受 上帝赐给我们家 上帝赐给我们教会 上帝赐给我们能力 来付出 来为它工作 建立它国度 这一些都能够 祭账财宝到永恒 上帝的家 圣经耶稣说 那是不能准坏的 当你懂得 祭账财宝在天上的家 你就要永远享受上帝 给你的奖赏 那是永恒 你如果祭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虫来吃 能够宿败 有一天你发给你 所有的一切都会没有了 失去了 你建筑的面的时候 却空空的建筑的面 那是永恒的失落 各位姐妹 你选择你的位置 所以一个成功的人 一个得胜的人 一个很丰盛的人 他必定知道 他要怎么样看 各位姐妹 你如果 要得到蓬佛的生命 你的眼目要前看 他们有点没有 前看 你的眼目要光明 你的眼目要警醒 当你明白上帝的真理 我告诉你 你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过得丰盛 满足喜乐 每一天平安生活 你有一个笑嘻嘻来过日子 因为你明白真理 你比别人知道怎么过活 你用眼睛看世界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人在堕落 你看到很多人在败坏 有很多人为那些不必要的 那些虚空的 虚佛的 来做出最大的努力 到最后 不失落 败坏 甚至酿成大错 你在旁边在观望的时候 你会看见 你的生活是最有意义的 最丰盛 虽然很多东西你都没有 不比人家多 但是你拥有的人家没有 那就是生命的意义 好吗 同学们 眼睛放开 你眼睛如果明亮 全身就明亮 我们一起站起来 继续的双手 谢谢大家